继续跟Ryfi聊聊 其实昨天我们有个消息 就是香港本地消息 大家都很关注的是收工时间 港铁、港岛线的列车突然间 掉了门 也挺害怕的 因为平时我们在节目前都说 我们都很喜欢在门附近 我都是同楼湾站 很幸虽然这样放假 幸虽然我看到有些人很难走 塞住整个同楼湾 这件事也有可能港铁会被罚款 虽然今天我想未必说很多 是吗?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话 对港铁的股价影响又大 其实为什么会罚款 因为港铁有些类似机制 当然太过详细 或者当中自己都未必完全掌握 这些机制的罚责因素 但是看上去说 因为他们有一个机制就是 譬如他们在提供服务的时间 延迟了多少时间 那里会有罚款的 反而不是有什么意外 譬如脱门是罚款 这件事大家都不想 这件事是不会的 但是延迟令服务受助 因为始终港铁也覆盖了香港的 很多公共交通的网络都很大 所以他们延迟 真的会对大家造成很多的不便 所以一有延迟 其实相当于有罚款 所以以昨天来计 这个所谓脱门的事件 其实影响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就是延迟了两个小时 如果大体上说 其实看很多报道说 这两个小时 可能会令到港铁的罚款 大概300万左右 那变相就有相关的罚款 机会是 但是如果以初步 你看这几百万来说 我觉得对港铁 又未主化真的很大影响 就是从财务表现上说 因为那几百万的罚款 真的很多 但是我想从看法 始终港铁 因为大家都每天都回答 或者接触这么快 其实对它说 有些可能品牌 或者实际的看法在那里 那你的确有这些事件出现 甚至乎令到服务又受阻 甚至乎都比较有些混乱的时间 那一定对股价 我想短期的看法 一定是可能更深一点的了 那再加上 其实本身你看到港铁的走势 其实不久以来都不是特别强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 虽然它是刚才提到 可能看了业务 是覆盖了香港公共交通 整个大的网络 但是问题就是 都是这些车帽票帽的收入 其实增速就不会特别快的 而以往很多时候看的业绩 强不强 都是靠港链 究竟有没有一些卖楼 或者是入账因素 但是暂时这一刻来说 对港铁这些因素 又没有太大的推动 而且撇除这件事 可能虽然大家觉得 港铁是一些公用股 类似这些方向 但是它的息又真的不是特别高 可能是两年多 所以我想我想 其实一向对它的看法 不是悲观 但是就会很尴尬 我觉得在股票角度 定位上很尴尬 就是选择增长股 它又不是 你选择收息股 它又不是 所以我想选择它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卖点 纯粹大家熟 所以我想股价 慢慢地反复 或者是大远 其实真的不奇怪 再加上 这一刻又碰巧 有一些意外发生 是 我觉得短线的股价 可能也会比较偏弱一点 但是又不会造成 一个急跌 或急插的可能性 是